记者在杭州火车东站近站口看到 很多旅客的自我防范意识还是不足 不少乘客把包背在身后 有的连拉链也不拉 为提高广大旅客自我防范意识 铁井就在宣传台前示范如何防范财务被盗 铁井告诉记者 近站口咽跳口等是小偷经常作案的地方 尤其现在很多旅客是低头族 这手机不离手 准备近站时匆忙翻找车票和身份证 就往往把手机随手放在了外套口袋 这时就容易被背后的黑手盯上 而在列车上凌晨两点到六点 是盗窃类案件的高发时段 因为这一时段旅客正在熟睡 异于下手 除了防盗 大家还要注意防诈骗 大家有冒充这些防范 你不要相信 你都在车上凌晨 我会给大英雄公众 到时候车被丁掉了